很多人在澳洲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都会犯一些错误 导致自己的投资 基本上买了一两套以后就停止了 而且会发现自己赚的并没有想象那么多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有可能会得罪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的固有思维是很难改变过来的 但无所谓 我希望这个视频是可以帮到一些愿意认真去研究 投资房地产致富的一些朋友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投资者常见的错误 还有对市场的一些误解 希望可以帮你避免这些错误少走弯路 大家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ABC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到你的话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在旁边的notification按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内容了 澳洲的税务局每年都会出一些数据 我发现原来在澳洲2000多万的人口里面 只有200多万人是拥有投资房产的 那在剩余的人口里面 不一定代表他们没有自助屋眼 但是很明显告诉我们 在澳洲这个国家 大家的固有思维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 大部分人都觉得买一套自助房 工作一辈子 一辈子都在工贷就够了 那在这些数据里面 包括了你和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所以这些数据对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我从事房地产这10年里面 我见过无数想要买投资房的人 那确实发现他们都会犯一些很常见的错误 导致在他们的投资组合里面 基本上都只能买到一两套的投资房 而且在这一两套里面 还包括了自己的自助房 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 再进行更多的投资了 这个情况也跟税务局的数据是一致的 在澳洲90%的投资者 只拥有一到两套的投资房 差不多9%左右拥有三到五套的投资房 而只有不到1%的投资者 是拥有超过五套的投资房 而且普遍这一到两套的投资房 都是cashflow破 意思就是说租金会偏低 一直得贴钱养它 而就算最后真的升值了 扣除他们一直的持有成本 还有各种税收以后 赚到的钱并没有他们原先想象的那么高 所以我今天讲的主要是针对投资房 而不是自助房 如果你真正想要通过投资房产 来达到一个财务自由的状态 那一定要认清 接下来我为大家总结的一些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 没有主见 没有目的 这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错误 特别是第一次买房的人 通常他们来问我意见的时候 都会说 法兰科我想买一套投资房 你觉得我应该买什么吗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楼盘可以推荐吗 而每一次我都会反问他们 你买这套房子 到底是想要自助还是投资呢 而90%的时间我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 就是两样都有吧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思维 自助房并不是一个投资 因为它并没有任何的租金收入 当然因为通货膨胀也取决于你持有的时间 它有可能是升值的 但是也有可能不升值的 但重点是如果你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值 而忽略它的长远回报的话 这个并不是一个投资 它只是一场赌博 所以你自己可以想清楚 如果你连回报都没有办法预测的话 你还会愿意花着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去买这个房子吗 而投资的角度就简单的多 我们看的纯粹是回报 不需要任何的个人感情 赚钱是最重要的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清楚 自己买这套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是想买一套舒服的自己住 有满足感 有归属感 还是说想通过投资 可以得到一个回报或者被动收入 那这样子我们去看房的时候 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第二个错误就是没有计划 所谓的计划就有点像做生意一样 有一个business plan 你要清楚知道短期和长远的一个目标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去了解哪一种房子 哪一种的回报 还有什么样的税务架构 是能够最有效帮你达到这个目标的 而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去买了第一套以后 我们看看市场的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买下一套 更重要的是 当你设立好这个目标 还有架构以后 你就要按你定好的方向去走了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也不需要跟别人攀比 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就可以了 第三个错误就是 只问或者听取身边亲朋好友的意见 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 是有自己的一套惯性投资模式的 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劝你 一定要买house 千万不能买公寓 或者是买旧房比新房好 而且一定要做付扣税 我不知道这些人到最后是否真的赚到钱 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每个人的财政状况都不一样 当你的投资组合做到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肯定会知道的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不应该只有一种的房子类别 旧房没有错 价格是比新房低 可是相对它的租金也没有新房高 折旧额也远远没有新房的高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掌握足够的资讯 还有知识 才能为你自己设立适合你个人的一个投资方案 毕竟如果你听了你朋友的 他赚了 你却亏了 难道你找他赔去吗 我经常会跟这些没有经验的投资者说 法律要找律师 生病要找医师 做账的要找会计师 永远都是找对口的专业 买房不是买根葱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投资 你却没有找专业的人士呢 第四个错误 就是盲目的追求升值 很多人买房很自然 希望他自己的房子是会升值的 但究竟谁能告诉你 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会涨 涨多少呢 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如果卖房的中介跟你说 你买了以后明年就会涨多少多少 那你直接可以告他去了 那如果你买的房子 持有成本是很高的 市场也没有预期那么好 那后果是可以很惨重的 特别是如果你买的房子是特别老旧的 那很有可能你一开始 是要花一笔费用去翻新的 这笔费用呢 也得算到你最终的投资回报里面 我见过很多的案例 都是喜欢买那种大地破房 然后呢自己花一笔费用去翻新 但是到卖的时候扣除装修费 还有过去几年的持有成本 再加上交上一些税款等等 到最后赚的钱呢 是差强人赢 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如果你买的目的 纯粹是为了它升值 那么你对市场的起伏周期呢 要拿捏的非常准确 而且你需要一个控制风险的后备方案 万一这个房子卖不出去 你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的持有这套房子 这样子你才不会被这套房子困死 所以呢租金回报也是同样的重要 而且你一定要知道这套房子的持有成本是多少 一般我自己去算的时候 会把租金算的尽量低一点 然后所有的支出呢 算的尽量高一点 简单来说 就是underestimate your income and overestimate your expenses 我个人呢一直保持一个观点 就是澳洲的房产不适宜短炒 而适宜长期的持有 来达到一个长远可观的被动收入 第五个错误就是 没有掌握自己的贷款情况 我看到很多华人都有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永远对自己的贷款能力呢 非常有信心的 甚至很多人呢 在没有了解过 自己能贷多少款的情况下 就去看房买房去了 要知道啊 如果你是希望通过投资房产 来达到财务自由的话 那我们肯定不止投资一两套房子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策略 就是如何在买完第一套以后 还可以继续买第二 三 四 甚至第十套的 这些呢 都要提前规划好 才可以实现的 贷款的政策呢 也一直在改变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2008年之前 贷款是极度的宽松 而到了2016年 贷款就严重的收紧了 投资贷款的利率提高 interest only的还款限制 这些呢 都是会影响到 每一个投资者的政策 所以当你在贷款上 要设定策略的时候 也要把这些因素 考虑在内 第六个错误就是 只考虑所谓的好区 华人呢 特别喜欢买 受华人欢迎的区 比如说在悉尼的 Chesswood Eastwood 还有Burwood 这三个wood 都是很受华人欢迎的区 可是不查不知道 这三个所谓的好区 他们的房价增长 其实并没有 你和我想象那么好 根据realestate.com.au的数据 悉尼的Chesswood House在过去五年的增长 是3.3% Unit的增长呢 是2.9% Eastwood的House 在过去五年增长了2.3% Unit增长了3.3% 而Burwood的House和Unit 甚至都比2015年的时候下跌了 那墨尔本的华人区 Box Hill Doncaster 还有Glain Waverley 基本上数据都很相似 大家呢 也可以上网自己查一查 所以我想说的是 相比起这些所谓的好区 在澳洲 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房价的增长 还有租金的回报 比这些区好一倍 甚至以上的比比皆是 我以前也出过一个视频 拿这些房子做案例的 那有些朋友啊 特别是住在悉尼的朋友 他们看完以后觉得 你这些案例的数据啊 好像很不现实 根本没有那么高 我只想说呢 这些投资房实实在在的存在 只不过呢 它可能已经超出了 你所认知的范围以外 但是呢 你也没有好好去了解 这些市场的话 才会导致你觉得 数据不太现实 所以呢 不要只关注 这些所谓的好区 也不要只关注 你住的地方附近 甚至都不需要在 你住的这个城市里面 因为可能 其他地方的投资回报呢 是会合理很多的 我也听过很多人说 这个房子的回报 好像确实不错 可是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 我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它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买的这套 投资房是在你家隔壁 租客要交租的总会交租 不交租的照样不交租 所以你看不看得到 有很大的区别吗 有些朋友也会想说 我自己来管理租客好了 我只想跟这些朋友说 澳洲的租客 你要是遇到那种特别难缠的 真的能把你搞死 又是投诉啊 维修啊 上法庭啊等等 我还是维持我的观点啊 专业的事情 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 而且呢 中介的这个收费 也是可以抵税的 所以如果已经有专业的人 在帮你管理这个租赁 看不看到这个房子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第七个错误就是 永远的等待 这个呢也是主要针对 第一次买房的朋友 没错 我们上面说了 有很多的错误 我们要避免的 也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需要装备 但是一旦你准备好了 也找到合适的房子 那就不要等太久了 不然的话 你会很容易错过 最黄金的机会 我以前呢 见过很多人 是抱有这个态度的 市场火的时候 他们会说 现在太火了 我们先等一等 等这个泡沫崩盘的时候 我们再进入市场 但是呢 当市场真的开始下跌 开始调整的时候呢 他又会说 我们再看看 可能还会继续跌哦 那我现在买了 不就亏了吗 这种人呢 是最容易错过 入市的机会 过了一段时间 通常都会带着 一丝的回忆进入市场 所以呢 奉劝这些朋友啊 设定好了 清晰的目标和方向以后 也找到合适的房源 那就要快很准 最后呢 也跟大家看一个 有趣的数据啊 在拥有投资房产的群体里面 27%左右 是60岁以上 31%左右呢 是50到59岁 24%左右呢 是40到49岁 那另外14% 是30到39岁的 而有趣的是 30岁以下 就拥有投资房的 竟然只有少于2% 澳洲的房地产投资啊 既然是一个长远的投资策略 那很明显 越早开始越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是20来岁 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早点开始规划了 而如果你已经过了这个时间 那现在开始也不晚 甚至呢 你可以教育你的子女 开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规划了 所以记得 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